白色电动车原本行驶在中线车道 突然间变换车道到内线车道 要挤在一辆计程车的前方 计程车司机看这个状况呢 也切换了车道 那么改到了那次车道之后再超车 结果呢这个白车呢 它没有要让 它又继续的想要反超 就在这个时候 两车停了下来 原来是白车在超车的过程之中 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辆 撞上了劳斯莱斯豪车 而这一撞呢 计程车司机赶紧加速的逃离 这是发生在大陆的广东地铁站附近 有民众拍下了整个行车纠纷之后 两车互相的逼车 而之后是撞上了劳斯莱斯的一个过程 网友是完全不同情这一个白车的驾驶 认为他可能要负担巨额的赔偿 还不知道保险理赔够不够赔 也有人说这恐怕要赶紧卖房子 也问何必呢 因为这个行车纠纷互相的逼车 最后恐怕要花相当多钱来解决车祸的事情 东森新闻众报道